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献给旅行者365 要来介绍的是两位出家人的诗 一位是叫冠修 他是唐代的禅诗 这冠修俗姓江 就是江太公的江 大概是晚唐到五代 晚唐灭亡之后就是五代诗国 晚唐五代初非常有名的诗生 就是出家人 然后他文学底子非常好 写了很多的诗 有他的专辑 而且他也是一个画家 是个诗学家 文学家也是个画家 而且善里画罗汉相 他同时是个书法家 非常有名的诗 他的书法也非常好 大概在二十岁的时候 受了居住界 在三十二岁的入这个洪洲 洪洲就是马祖道于洪洲产这个地方 然后在洪洲的西山 住在这个地方 做了二十四首的三居诗 所以我们今天选的 这是他其中的第十九首 跟第二十二首 三居诗 就是僧人住在僧山里面 然后他在大自然当中 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让他们有一些写出来的 充满禅意的诗 那这个冠修呢 他的书我们刚才讲 是个有名的书法家 他的传书跟历书 草书特别的好 所以就被称为 就是说有成为一个 一家的风格出来 他的草书呢 行书呢 都有这个法帖 有帖传语诗 有的人就学这个书法 读他的帖 那今天我们选的这个两首 在课本里面呢 他是先告诉我们第九首 这个冠修后来就被称为 叫做禅乐大师 禅宗的禅 月亮的月 禅乐大师 我们来看这个出家人 所以他的吉子就叫禅乐吉 比如说他是有他的专辑的 有他的专辑出现 那这个出家人 是我很想写的一个师生之一 不就有几个有名的师生 他啦 寒山啦 然后祈吉啊 都是泛制 都是有名的师生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扭转一个错误呆板的印象 以为说出家人好像都 你怎么会看书啊 你也会看报纸 不要把出家人 以为当他们都 好像不学无术 不懂 不认识文字的 像我们来看 他写出的这个诗 不会输于 唐代的这些大诗人的 所以他是有押韵的 而且你看看中间的两个连 他还是有对 让你对得非常的好 他说这个是这样 四股浮法能几几 就说从古至今 那些享受荣华富贵的人 高官后觉的人 他们有能几招啊 这些人又在哪里 也不过是一颇 一颇黄图 一些帝王啊 将相啊 官员啊 这些汉林才子 他们的浮法 能够有几年呢 几年光阴呢 甚至有几天的光阴呢 不是在一个政治的轻压 耳于我藏 女生我强之间都过去了呢 就好像 四泊终日去滔滔 就好像一江春水向东流 向东逝去的 像流逝的流水那样 一天到晚 一天 整天当中流水滔滔 没有停止的 所以孔子不是只在川上 说了什么话 逝者如私啊 孔子站在桥上面 看着滚滚的水 滚滚长江 天际流 这是李白的诗 所以人世间的 人世上的 这种更替 也是朝廷的更替 历史的新衰 不是也是这样滚滚长江 东逝水吗 就是一去不复返的 去淘淘 而且是不断的 逝者如私 生命的陨落 潮起潮落 你看他就潮起潮落了生 这是东坡的词 所以有太多中国古代的唐宋大诗人 大词人 他们对着用水的异象 东是水 水向东流 为什么是向东流 中国水怎么不是向西流 因为西边 中国的地势西边高 北边高 所以水当然是向东流的 所以试破终日去淘 是讲到一个无常 所以其实孔子站在那个川上 那个川当然不是孔子 站在那个水上面 是水上面的桥 那桥上面呢 看到滚滚的水 想到一个人生 有一个最大的课题 什么课题 就是无常 当然当时佛教没有传入中国 孔子还不知道 谁叫诸行无常的这种概念 那其实这就是这样 然后呢 怎么个 怎么个一个试 试破滔滔呢 他就用历史的事件 来陪衬 脱衬出来 汉王 废院生秋草 无主荒功 入也逃 因为唐代 刚刚晚唐嘛 已经走向夕阳嘛 长安夕阳了 当然他不好意思讲 直接讲这个 唐玄宗开元 贞观开元 甚至已经过去了 所以用了怎么样 浅草 其实应该是唐王废院 所以他讲到哪一个王去了 汉王 所以以前汉代 那么兴盛的朝代 宫院 宫廷今天荒废掉了 长满了草 为什么会长草 没人烟 没人踩踏嘛 这个地方有人常常走 会有长青苔吗 会长荒烟漫草吗 所以古代的汉王的宫殿 已经荒废掉了 他的庭院 已经生了秋草 无主荒功 哇 讲到无王夫差了 所以管挖功啊 为了给西施 博取他的欢心 弄了管挖功 想谢郎啊 因为叫他跳舞 叮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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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będzie有莓妙的音声 无主荒功也怎么样 也没有随着秋泊 秋着海泊 而且是夜淘 已经走入黑夜中了 不见了 这是讲到一个历史的 心衰灭亡 衰灭的 然后呢 满屋黄金 积不习 一头白发 气有高 虽然这样子 还有的人 有的人对着 已经满屋子的黄金 这么多的黄金了 奇怪有钱人 尤其这种贪官 贪越多就越想要多 还是用心机不断的用 心机就不停止下来 虽然满屋子的黄金 他的心机 用尽心机 怎么样 积攒 积聚金钱 这种心机是不洗的 一头白发 人都已经进了暮年了 暮年是不是应该 晚年又晚年的生活 还要哪 气又高 气宴 还要那个斗志勃勃的 想要做什么做什么的 其知知足金仙子 金仙子 金仙就指佛陀 所以像这个汉明帝啊 什么夜梦金仙 金仙 所以金仙子佛陀 金仙之子就是佛子 就是佛徒 佛教徒 就是僧人 他们哪里能够理解 我们出家人 知足舔淡 然后放旷逍遥 辖外天香 满翠袍 这个翠啊 是毛汁的 毛汁的僧衣 出家人的僧衣 所以这个地方借此生人 出家人 他们哪里可以理解 我们出家人 生活非常的快乐 满天的晚霞也好 或是朝霞也好 天香 雨天慢朵朵 天香 天花乱坠 天上飘香下来 或者是说周围的 花草树木的香 满翠袍 掉在我身上 我们出家人穿的衣服身上 哇 沾满了花香 这种自在 放旷消遥 是他们用尽心机 一天到晚 希望黄金更多更多 塞满 满屋的 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 这是写出一个 一个出家人在山中居住 为什么 因为是山居土嘛 所以才会有这个 所谓叫满翠袍啦 所以是才能够有这种 在一看就是在大自然当中 这是第一首 再看第二首 陆滴红蓝玉满溪 这个溪啊是 是那个 本来是种蔬菜的小园地 红蓝它可能是 种了什么植物 兰花也好 或者是什么蔬果蓝色的 玉满溪 可能哪一种菜 看起来是像那个 脆 像玉一样的 翠绿的啦 或像白玉的嘛 露水呢 滋润的 我站在 我种在那个 田当中 蔬菜园地当中的 这些植物 哇 长得非常好 因为有露水的滋润 所以 看这个颜色多美啊 红蓝耶 红色的 玉是什么 翠绿色的 所以可见植物长得非常好 这是我自给自足啊 我在山居当中 日出而作 日入而喜啊 自己种菜啊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的 闲脱象喜到风夕 这个象喜就是鞋子 我呢就穿着鞋子啊 就是身鞋 噼噼啪啪的 到了山峰的溪边 从这个身边 跑到山峰那边 所以他就等于说 整个山 都是我的家 我的花园一样的 走来走去 但令心事莲花结 何必生将稿木齐 只要我的心 像莲花 出于你而不然 我也不用像 像庄子讲的 一定要这样稿木死灰 然后就要很 一副就是要装作很 很落寞 很无情 好像一种稿木死灰的 还是可以有 生机勃勃的 古茜细烟红树老 半眼残穴白眼蹄 这个茜啊 是地不平的一个坑 地不平坑坑洞洞的 因为是在山中嘛 它不是柏油路啊 所以在这个坑坑洞洞当中 红烟细烟红树老 因为山中有山栏 树啊老树 然后你有山栏 树啊可能是 秋天或是怎么样 它有枫叶或什么 看多美 烟雾迷染 山蓝 然后呢 也是个颜色 蓝花红蓝 又什么玉满溪 然后呢 半眼残穴白圆体 哇 红色配白色 所以这首诗充满了彩色感 半眼 半山腰 三眼当中 然后呢 积了一些白血 血还没退 然后呢 山中不死传来 猿猴的 提叫声 因为血是白的 这猿猴可能久 也是年纪大的 里面有白猿 所以 有红色的 红树 有红色的 红蓝 有满溪的 玉 翠绿色的 玉的这种植物 还有白色的血 白色的 那个猿猴 虽然不是桃花 桃园洞 春至桃花 亦满溪 虽然我这个 不是桃园名的 桃花园 桃花洞 但是春天来的时候呢 我这里开满了桃花 满溪 这个溪就是小路 小路山路都长满了 桃花 又是粉龙色 所以这是写出 那个山居的快乐 那景色的美 那最主要是 出家人有一颗 很悠闲的心 他才能感受到 风景的美 这里面的颜色 太丰富了 粉红色 红色的 白色的 翠绿色的 你看美得不得了 所以我在这里 山居的人 是为什么 因为出家人才能 他感受到这里的美 这是 这是灌修 给我们的两首的 在二十四首当中 我们选出他的 第十九首跟二十二首 第二十二首的 山居诗 那我们再来看石涛 明代有一个石涛 这石涛啊 是后来也出家了 他是在中国绘画史上 虚实可是非常伟大的人物第一 然后他让中国的一个绘画史上 有重大的 非常大的贡献 他的画 三套 十套的画是没有画说的 笔法非常的 画法非常的灵活 所以意境很深远 然后呢 他写的 他写的这首诗 它是这个是一个画 一个画里面的提诗 一叶一清净 一花一妙香 指些消息子 料得此中长 也说 所以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如来嘛 我们常常在讲的 一叶一清净 一片叶子当中显现那种 宁静的禅的境界 一朵花当中 你看你可以绣得出一种 佛果的清香出来 其实消息从哪里透出来 清净的 美妙的 禅意从哪里出来 都在这个一叶一花之中 所以他这首诗 它只是一个画的提示 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画 那画当中的提示 告诉我们 所有的禅意 所有的一些境界在哪里 大自然都在告诉你 这是实操的 我们今天欣赏了 两位出家人 又是诗又是画 希望您会喜欢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